然后大家提的一些意见 包括台词上面 我都看到了 大家放心 我会有进步的 我会一部戏更比一部戏好 事情龚俊惊喜空降 你好火焰栏第八集评论区 和粉丝们语音互动 不得不说 龚俊大哥哥声音真的是太甜了 简直没谁了 真的 当他的粉丝真的好幸福啊 龚俊真的是和粉丝做朋友啊 知道大家喜欢听 火焰收到 说了两遍 特别真诚 分享了Sweet上224的感受 说出唱片就算了 还专心做好演员 如果制片人导演 让唱就唱 仿佛记得他以前就说过 争取在每一个演过的剧唱歌 网友们听到龚俊声音的那一刻 瞬间被治愈了 那么贴心 那么可爱 跟粉丝分享工作和心情 说我们喜欢听的台词 真是他爱好太好的一个人了 这边的音乐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